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赛姆达所掌握的尼兰斯塔公司就会增添在这一家公司的550万股 进而把股权就增交到19.72% 那么随着赛姆达的股权增加差不多到20%之后 它仅仅排在最大的股东Opulence Asia的31.6%之后 Opulence Asia的老板就是现任Uttusan的CEO Abdu Aziz 他同时也是巫统前Gulim Bandabaru的国会议员 所以他的巫统色彩是非常浓的 那么从过去到现在 Uttusan一直扮演着巫统另类的党暴角色 经常刊登一些可能会挑起族群紧张关系的种族跟宗教议题 他的政治立场非常的鲜明 就是支持巫统 509变天之前 他们追着公正党和行动党来打 火箭吃了Uttusan很多的苦头 当然火箭也入禀法庭去起诉跟挑战Uttusan的某些报道 公正党也一直被Uttusan唱衰 那么509变天之后 局势就改变了 巫统沦为反对党 但是Uttusan依然是紧咬着西蒙不放 经常挑起西蒙的一些执政的弊端 放大西蒙的失误 甚至通过一些特别的报道来刺激马来社会的神经敏感线 制造矛盾还有分歧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不断炒作中文路牌的事件 其实这是双语路牌 不仅是华人新春有中文的路牌 包括马来干榜也有早鱼文的路牌 这其实不应该是一个问题 但是经过吵啊吵啊吵吵吵 最终雪舟苏丹就预令把所有的双语路牌给拆掉 那么他们可能是满意了吧 虽然吴吵吵是巫统的猴舌 不过巫统在今年初就放弃了直接控制 把一大部分的股权是出售给阿多阿兹的 那巫统目前就只通过了RHB Non-Minus公司 代理持有这一家公司的18.17%的股权 那尽管塞莫达的名字 没有排在尼兰斯塔的股东 但是这一家公司和塞莫达所掌握的一些公司 他们都是共享着一个吉隆坡的地址 塞莫达是非常低调的乌亿 大亨土著大亨 很少走在台间 近年来塞莫达逐步的加强 他对媒体产业的掌控 最终可能成为马来西亚的媒体沙皇 目前他所掌控的财经英文日报 是The Malaysian Reserve 他是老板 那么相信他已经掌握了首要媒体集团 Media Prima的24%股权 Media Prima不是一般的媒体集团 他是掌控了所有免费私营电台的公司 包括NTV7 TV3 八度空间 还有TV9 同时他也有英文报和马来报章 包括主编点头条 有读到他的NST 还有Uttusan的新闻 那么除此之外 Berita Harian跟Haria Metro 也是属于Media Prima旗下的报纸 那么该集团同时也有户外广告公司 以及有Ref Asia旗下的山羽网站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些网站 因为他们都是内容农场 比如说Rajala,Wirecham,Obulan 然后Syrup Limau,Says,Juice MyRecipe,还有公司Recipe等等 那Sight Moda也通过 就是MyTV的广播公司 拥有了马来西亚的数码传输 谷干系统 NPH书店和国家影印公司NPMB 好,根据Sight Moda过往的经验 他会注入自己的资产 那么这一次可能包括 出版和书记零售的NPH集团 以及The Malaysian Reserve报纸 和这个国家印刷公司 如果把这一些 他自己的资产 全部整合在一起的话 那么这家公司的规模 将会越来越大 那么这一招 是他之前曾经惯用的 包括在2000年 当他收购MMC Corp的 20%股权的时候 就在两年后 他就注入了Port of Tanjong Bullabas公司的50%股权 那么获得总共16亿令吉的 现金还有股份 强化了他对MMC Corp的掌控 更早之前 他从已故Yaya Ahmad的家族手中 收购了多元重工业集团 就是DRB Highcom的16%股权之后 他就把自己的Bank Momala Brahat 还有Tanjong Bim 发电厂的股权 注入在里面 然后让他取得 以及加强对DRB Highcom的 这个控制权 不过这次最新的 媒体业务收购中 Media Prima和Sai Mokta的资产表现 其实都不太理想 实际上 除了国家印刷公司 有赚钱之外 他的其他媒体 跟相关的业务 都在亏钱 都在烧钱 Media Prima 还脱售了 他主要资产 就是新海峡时报 位于Bank Sa 总部的第一批 Sai Mokta 他到底要如何 打造他的媒体王国 他有什么计划呢 其实行业的观察者 还在观察 大家都搞不清楚 他接下来的 那一部会如何去部署 那么 以他跟马哈迪的亲密关系 以媒体撒谎来形容他 其实并不为过 所以媒体行业 到底接下来 会有怎么样的大进展 我们就要拭目以待 那下一段回来呢 主编点新闻 要带你关注的是 柔佛州河流污染问题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哈喽我是宝儿 我是志峰 柔佛州环境常务委员会 就会在这个星期 就是召开会议 讨论各个机构 持续采取联合行动 要来解决 州内河流污染的问题 那柔佛环境局局长 旺阿杜拉迪夫 他是这样子说的 他说环境局 严正看待 河流污染问题 希望会议可以讨论 接下来的解决措施 和行动 这是官方新闻社 马兴社新闻的报导 那么相信 他是正确的 局长就说 该会呢 将由掌管地方政府 城市以及 这个和谐 及环境事务部的 柔州行政院 陈正春来主持 环境局和各相关机构 将会出席 这里呢 我就有一点不清楚 或者不明白的 就是巴西古丹 河流污染事件的严重性 大家都知道了 当地的居民 尤其是那些 免疫力比较弱的孩子们 成为了受害者 这种联合行动 解决河流污染问题的会议 应该早早就举行 而不是等到现在 或许或许 之前也有召开 类似的会议 但是媒体没有报导 这方面呢 就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找一找相关的资料 但是目前所掌握 初步的情况是如此 那么说回来 新山跟巴西古丹 一带呢 有至少16条河流的 污染水平 日渐严重 无法靠单一个部门 比如说环境局来解决 必须要有跨部门的合作 整合资源 才能够达到最大的效果 污染问题 已经上升到国家的议题 不再是巴西古丹区域 或者是柔佛周属的课题而已 如果要解决它呢 必须要刻不容缓 否则将会有更多的人 受影响威胁民众的安全 局长说 当局呢 就会在明天召开 这一项的特别会议 讨论垃圾填埋场的课题 包括就是非法垃圾填埋 他表示 当局正在准备 巴西古当三家化学工厂的调查报告 预料在两个星期内就可以完成 然后就会提成给副检查司 来采取后续的行动 那这三家工厂呢 预料就会在1974年 环境数字法令下被控 那报道也有指出 这三家工厂排放的 高浓度甲硫醇的气体呢 导致巴西古当一带的居民 呼吸困难和呕吐 若佛州政府在处理这个课题上呢 有很多不足以及可以改善的地方 民众在短短的三个月里面 面对两次的污染灾害影响 首先呢是河流受污染 那么接着呢是空气受污染 巴西古当范围内的所有学校 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专呢 全部都要关闭 学生的求学进度受影响 同时也打乱了市长 还有父母的生活节奏 州政府和中央政府 似乎没有从三月的事件中 吸取经验跟教训 六月爆发的污染事件的处理方式呢 并没有比上次来的更快 这种处理方式呢 同样的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 在这个时候呢 政府和当局的官员 应该是少说话 多做事 有些时候真的是讲多错多 比如说在昨天 柔佛州政府 他就表示说 不排除是鸽子的粪便 或可能是导致巴西古当 国小面对污染的 其中一个原因 哎呦 就算是鸽子的粪便的话 也要确认之后才来发表 而不是以那一种开关 不排除啊 可能啊 或许啊 的说法 因为民众听了会很生气 很愤怒 加剧对政府的不满 同时呢 也让反对党 逮到机会来炮轰你 来怼你 比如说有谁呢 就有马华的总会长 魏嘉祥呢 就批评西蒙政府了 没有认真调查空气 空气污染的事件 如今却把这个污染的源头 归咎于鸽子的粪便所导致 他昨天呢 就在Facebook上面贴文 就说 不只是他个人不明白 甚至是国人都没有办法理解 西蒙政府对于这一件事情 采取的行动 人们都在议论 他是这样子讲的 为什么现在才来怪罪鸽子 难道爆发污染之前 巴西古当没有出现鸽子的粪便吗 请认真看待这件事情好吗 那么民众的不满 已经慢慢的累积 包括网上有段视频 一名父亲在出席一项活动的时候 他的愤怒跟不满的发泄 在一名官员的身上 当众就只问这名官员 为什么没有认真调查污染的这个原因 他更批评柔佛 走物大神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现身 没有亲自向民众解说情况 民众要求会见柔佛 走物大神 而且这名家长的儿子 也因为吸入过量的有毒 或者是臭味的这个气体 导致身体不湿 然后昏迷送院急救 他跟家人为了孩子的健康 决定搬校 然后离开巴西古当的这一间学校 那么污染的课题牵涉到人民的健康 还有性命 政府真的必须要认真地去处理 否则的话 他将面对更多人的怼他 而且是不客气地怼他 人民的包容和这一个耐性是有限的 如今正一点一滴的被消耗 如果不马上即刻处理的话 选民将在大选的时候 用选票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休息一下 现在回来来带你关注和阿兹明有关的新闻 这则新闻我们谈了很多点 但是真的很重要 所以要持续地来聊 我是宝儿 我是志峰 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明阿里 也可能会因为男男性爱短片而被抓 这番言论是出自于全国警察总长阿多哈密 他今天就重生 调查工作还在进行 警方不排除 接下来还会展开逮捕行动 包括被指是男主角之一的阿兹明 警队一哥的这一番谈话 不得了 必然引起很多的解读 甚至过度的解读 大家会从政治角度来剖析 到底阿多哈密 你讲这一番话 背后你要传达的是什么信息 你的这一番言论 是不是有人叫你讲的 还是你自己讲的 还是之类 大家都会有各种不同的财产 那么警队的态度是否已经转变呢 因为之前警方的结论有三 第一短片是真的 第二主角无法确定 第三有政治领袖 巨款制造 以及这个散播这个短片 这三个结论呢 就影响了 接下来警方的调查方向 同时马哈迪昨天也说 这是政治问题 无关道德或者是私 那么既然是政治问题的话 就应该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 而阿多哈密的这一番言论呢 是不是在告诉我们 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 那阿多哈密还说呢 阿斯敏是一早就已经录取了口供 那逮捕 与否呢 就会交由总检察长来决定 他表示 警方是不会受到政治言论的压力 而仓促进行 男男性爱短片的调查工作 他说 尽管这一种案件 是比较敏感一点点 但是警队呢 绝对不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 给予特别的通道 或者是随意调查 曹操了事 所有的调查工作呢 是全权交给属下来进行 好 我了解说 大家对性短片的关注度 是非常之极度超级高 因为他关乎到西蒙政府的稳定 被点名的主角是 国会最大党的 No.2 二号人物 他也可能是首相的人选 首相的材料 那么被指策划的人呢 则是未来的这个首相 想想看 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你就知道事情是多么的这个严重 它可以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情来的 当然一些吃瓜的群众呢 也不少坐着在那边 吃花生 看戏 看表演 然后指指点点 吹水一番 那么在这一个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让警方来进行 他们应该要做的调查工作 根据SOB来执行任务 就算要逮捕ASMIN的话呢 也是情况所需 无需特别的紧张 这应该是调查的工作之一 不过 我们把话说回来 敦马将性短片定调为政治阴谋之后呢 任何发生在阿兹敏身上 或者是安华身上 或者是两人自治者身上的东西呢 都会被无限放大 被Block out 特别是警方的逮捕和扣留行动 比如安华的政治秘书 法哈斯之前被逮捕 然后就引起了很多的猜测 那么如果一旦阿兹敏被捕的话 他所带来的冲击可能会更大 那么这到底会不会发生呢 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为他已经被入供了 如果被抓的话 阿兹敏的政治前景马上被扣分 可能变成不及格 那我想阿多哈密的责任跟压力 应该是蛮大 因为他也提出呢 人民是要停止指责警队 这样一来呢 只会影响到警队的时间啊 人力财力 那调查工作完成之后呢 自然而然就会交给总检察署 去定夺是否要提控 那被问到了 一些政治人物指责警方的不公正 为何只扣留了这一些人来录取口供 那阿多哈密就说呢 警方是必须根据程序去调查 不受到外来言论的影响 他还说现在是开放的时代 政治人物或者是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言论 媒体也可以从各个角度去挖掘不同的新闻 他也不责怪媒体 过去几天我们聊了很多性短片的相关课题 但是我们忽略了其中一方非常关键的人物 或者是单位 那就是警方 因为他们是主要的调查机构 阿多哈密他曾经表示不满说 认为性短片的调查工作 消耗了大量的警力还有资源 导致警方没有办法将他们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打击罪案放在主要的位置 因为调查工作消耗了大量的警力 那么这点我同意 也了解他内心的这个牢骚 因为他曾经告诉自己 他只担任两年的全国警察中长 之后他就回家乡种菜 他不想说在他两年的任期之内 这个性短被消耗他太多的这一个精力 还有时间 因为这个东西坦白讲 无关这个公共利 他纯粹是满足某方的政治利益而已 要拉倒另外一方 那么我其实是多么的希望跟盼望说 我们的政治人物能够提升他们的政治素养 拜托拜托 不要停留在20年前的肛门上 如果要斗的话就斗理念 斗服务 要聘的话就聘政纲 聘政绩 不是拿别人的私影来当武器 我们要进步 人民的民主意识都已经提升了 那么政客们也跟着要upgrade自己才行 downgrade的话 那么就真的是太糟糕了 期待大家的upgrade 谢谢志凤建带我们关注 今天国内的焦点新闻 谢谢你 明天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